有德嘛 要無知益無德為方便 上一次就在講無知益無德為方便 就是你要了解這些東西它不是盡頭 你不住在這樣的一個狀態 你要超越它 那當然你的內心對於實相當中很明白 你也記不得 人之所以一直記得 一直記得其實是看不明白 真的看明白你倒是不記得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你看不明白才記得的 你看不明白看幾一眼兩眼三眼 想把它看明白 那如果裡面沒有起是非 那倒是某一種慈悲 跟某一種絕躁力在使用 所以像我們語詞很難以去解釋 很難以足夠來使用解釋於這佛法 這佛法實在不是用語言文字可以 可以解釋完的 你看一眼兩眼三眼到底有沒有錯 起了煩惱就叫錯 認為它就是答案就叫錯 我看了明白的這個東西放在心裡 這也叫錯 那我都不看一眼兩眼三眼也錯 但我看一眼兩眼三眼辦法出來了 處理完了 這個事情就不見了 也不存了 這叫對 最好是一眼就能明白 是不是這樣子 最後一次 我看不見對 最好是一眼就這樣 就往這兒來擔憂了 就往這兒做了 好是一眼都沒有 你開罰 那是一眼就來 可以 我看不見 一定要知道